好 各位 欢迎大家来到字母J 在来到字母J之前 特意放了一张我的这个 P出来的照片 哎呀 看看岁月多老 你看 伟哥为了你们 真的为了陆克 以前妈的绝对比他帅 现在还是比他帅 来 我们看 加分词组J 其他词组 哎呀 J 等了好久你终于出现了 Jump at 有没有发现他妈字体都不一样了 爽 Jump at 什么意思 Jump叫跳出来 那么这里的at 还记得我们很早学过一个短语叫同意 agree with you 还有agree at something 同意某件事情 所以这里的jump at something or somebody 就叫做迫不及待地接受 跳出来接受 所以叫欣然答应 听懂了吗 Jump at something 当然了 若伟哥 Jump at 有没有朝什么什么跳过去的意思 那废话当然有啊 只不过取决于上下文 好 话说到这儿 相信你们都能理解了 我们看 Members of the public 叫这个公共组织的成员 Members of the public 公众的成员 would jump at the chance to become part owners of the corporation 这个公众当中的一些成员都会跳着欣然地接受这个机会 这jump at the chance to become part owners 一部分的主人 owner 那么这里的owner of the corporation corporation公司 对吧 这样会跳着想成为公司的一部分的拥有者 owner 也就是股东嘛 也就是shareholder 对不对 不就是shareholder吗 股份 shareholder 持有者 肯定啦 你有机会成为一家公司的股东 你还不跳着过去啊 万一公司成了呢 所以 为什么有懂行的人 他来一家公司 他绝对 眼睛不止盯着 薪水 他宁愿牺牲一部分薪水 他盯期权 虽然有人说 期权是虚的东西 那本质上是因为 你对这家公司没有信心 如果你有信心 老板当然不能扯淡 他说兑现就要兑现 三年几年你干到什么业绩 我就给你兑现多少期权 要讲清楚 白纸黑字签下来 就ok 当然了 老板一般只会把期权给什么人 给工作表现突出的人 至少会有一两年两三年的考察期 第一有能力 第二忠诚 愿意跟公司一起往前跑 因为在创业过程当中 你无数次的出现的可能性 是你想逃离 绝对不是你想留下来 这真的是考验忠诚度的 所以 Members of the public would jump at the chance to become part owners of the corporation 所以叫做公众当中的成员 会欣然接受 成为一家公司股东的机会 Jump at the chance to become something 再来看第二个 Jump on 刚刚是Jump at at好像是朝着她蹦过去 更多是开心 好像我回家我女儿跳过来 Jump on 这一次跳到她头上去了 on 你说我看 我女儿朝我蹦过来抱着我 我开心 她是骑到我头上去 你觉得我呢 言辞责备 毫不犹豫的批评 就这么来的 你敢跳到我头上 叫严格责备 A lot of people jumped on me about that 很多人责备我 抱怨我 You know 口语当中 你知道的 很多人都对我不爽 很多人都看不惯我 怎么说 You know A lot of people jumped on me about that 关于那件事 很多人想骑到我头上 也就是很多人都看不惯我 都责怪我 都说我错了 都批评我 就这样 啊 没了 啊 黑了 为什么 因为J只有两个 突然让我想起 那么多的女子男子关怀医院出现的 啊 已经开始了吗 不 已经结束了 好 我们K再见 好 上一个部分的J呢 我们只有两组 此组 惊不惊喜 刺不刺激 那么接下来 我们进入K 那么在进入K之前呢 还是要提醒大家 学此组晒笔记 做恋恋学习标兵 at我和杨子老师 我们一直在努力抽奖给大家 最近我们抽的奖更升级了 我们开始抽一些 你们意想不到的茶杯 甚至音箱 韦林自己做的一组音箱 我们和Chicago University 浙加哥大学合作的一套 音箱1.0版 只是注重音效 2.0版会有人工智能的技术置入进去 我先不透露 你们以后打一个小手响 手挥一下 他的音乐就会发生变化 甚至可以直接记录我上课说话的笔记 用蓝牙直接打印出来 敬请期待 我一个灰带的韦林 继续往前走 做出一些你们意想不到的 让大家更加提高学习效率的事情 所以欢迎各位转发 直不定大奖就是你的 那么我们看看必备词组 短语动词的K 开头了 第一个 Keep down Oh yeah Down 向下 对不对 所以有Keep down 也大概能猜出 它的意思就是使什么什么东西往下走的意思 所以它包括控制 压制 镇压 你看你根本不用背 你不是喜欢背中文吗 来来来背啊 让你爽到死 这么多你背了 不要背 Keep down 往下走 压住 往下压 就可以了 所以包括你看你如果今天有点呕吐 You feel upset 但是你为了控制住不吐出来 I just keep down my food 我只不过把食物压住 所以这个时候根据上详文 如果是说呕吐的 那就是不使什么什么突出 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 这些意思它不会突然出现 它一定会根据上下文才会出现 能听听我在说什么吗 所以我们来看看2 控制 比如说我们来一道题 来一个句子 叫2002年阅读 出现一个题杆 We can draw a conclusion from the text that 从文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Draw a conclusion 得出一个结论 这里的draw 经常会变成 Come to arrive at come to 或者arrive at 都可以叫得出 arrive at a conclusion come to a conclusion 都可以叫得出一个结论 于是我们看四个选项当中的C选项 叫energy conservation conservation 节约能源 来自于动词 节约 conserve conserve energy 本来就是固定搭配 叫节约能源 土别会用safe 我没有说错吧 safe energy 也就是conserve energy 所以叫energy conservation 节约能源 can keep down all your prices 能够压低油价 你看keep down 对不对 让油价保持在一个低位 就这个意思 所以各位一定一定 要去体会这些词的情感 keep down 好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单译 keep something from doing something keep from 叫这里的from 我好像在前面提过一嘴 注意再听 动词加from 通常如果紧挨着 比如 derive from generate from 对吧 包括originate from 随便 甚至有一些更难的 更变态的 你见都没见过的 eminate from 来告诉我 前面的动词重要吗 甚至包括我们的消极的 suffer from 遭受了什么 suffer叫遭受痛苦吧 那么所有这一串 只要是动词紧挨着from 来 风头一定在这 from 也就是全部翻译成原字语 就可以了 suffer from 也就是遭受了什么 也就是你的痛苦原字语什么 不会矛盾的 因为方向没错 都叫做原字语 而当from跟动词隔开 叫keep something from doing something keep somebody from doing something 甚至我们学过的 protect somebody from doing something 我再说一遍 当这个from跟动词隔开了 它一概翻译成远离 远离 所以protect somebody from doing something 恰恰不是保护某人干嘛 而是保护某人 免于遭受什么 免于做什么 keep somebody from doing something 也是使某人 不要干嘛干嘛 听懂了吗 否定含义 所以按照这样的情感 来我们来看一看 阻止某人做模式 防止某人做模式出现了 看这个题 叫 the guild-like ownership structure 那么那guilt-like ownership guilt 长得像谁 我一个一滴头喝水 就想到了这个词 guide 叫指导指引 所以guilt本来就叫做协会组织 因为在一个协会当中 一个组织当中 它会指挥你 指导成员做一些事情 所以guilt叫协会 guilt-like ownership 叫协会式的 协会式的这种拥有权 structure 像协会一样的这种主体结构 is considered restrictive partly because 被认为非常的严格 你看restrictive 有限制性 strict叫严格的 这个形容词都知道 那么restrict 动词叫限制 所以restrictive 是叫做部分的有限制性 这种协会组织 被认为是有一部分的 限制作用的 because因为it 来看B选项 keeps lawyers from holding law firm shares 它让律师不能够持有 你看from 所以叫阻止了律师持有 你就翻译成 让律师不能持有 法律公司的股份 你看law firm shares 注意一下就可以了 在中国你看律师协会 是不能叫公司的 只能叫合伙人 合伙制 对吧 它不能叫公司 因为还有比律师更聪明 更懂法律 更懂公司的人 不会有 所以这部分人 如果持有公司 那把他全部干上市了 做账 怎么都搞不够他了 好 继续 我们来看实际词组 好爽 每天就是 感觉还没讲 一点点就讲完了 惊不惊喜 刺不刺激 继续往下讲 k 短语动词 所以我们最痛苦的阶段 已经熬过去了 我说心里话 大家看看伟哥讲 这个阶段的东西 情绪跟之前的不一样 你仔细观察 等我讲到字母欧 我又死了 好惨 因为后面只有一个字母欧 特别特别多了 欧跟二吧 勉强二也稍微有一点 但欧是最多的 其他的都 很少 讲得很爽 一下就能讲完 好 keep a close watch 顾名思义 盯着什么看 close watch 对吧 近距离看 所以讲密切关注 好 我们来看看 04年出现一句话 some use them to keep a close watch on the demand for their line of work 一些人用它来密切地观察 the demand for their line of work 又来的line of work 就是work 不要管 就是一部分人 利用它来密切地关注 他们工作中的需求 demand or gather information 或者用来搜集信息 on compensation 作为补偿 你看compensation 这里有个端语叫on compensation to 叫作为什么什么的补充 作为什么什么的补偿 或者作为什么什么的补偿 来搜集信息 韦哥讲多少遍才能记住 先翻后面的补充成分 如果你翻译成 或者来搜集信息 作为什么什么的补偿 就不太好 你也翻译成 或者作为什么什么的补偿 以此收集信息 可以这么去翻 on compensation to arm 名词手臂 做动词叫武装 所以在看美剧里面经常听到 I have no ammo 我没有武器了 ammo 听得好多 美国军人都说 ammo ammo no ammo 没有武器了 arm 都来自于词根 武装 所以叫做 作为武装他们 武装他们的一种补充 武装什么 when negotiating for race 当谈判要涨价的时候 raise negotiating for race 当要为这个涨价 raise叫提升 当然不一定是涨价 这个还是要根据上下文 那么我们这里 姑且这么翻 当谈判的时候 用来武装自己 也就是给自己涨价 给自己要求提升 给自己谈判 增加砝码 raise 我都可以这么翻 来武装 这个作为它的补充 来搜集信息 所以也就是这个东西 可以有两大好处 第一 可以在工作中 满足需求 第二 可以在谈判当中 给自己增加砝码 武装砝码 作为一个补充 来搜集相关的信息 现在看 整个句子还是很清楚的 好 那么 其实到最后 如果这句话再反过来 放到当时的文中来看 它这里指的就是 加薪的时候 谈判的技巧 那么你要去加薪 你首先要干嘛 首先要利用 这里有一个东西 让你可以密切地关注 the demand for their line of work 这里的line 其实等同于industry 而industry并不是工业 是行业的意思 在这里 比如说book industry 就可以叫出版业 书籍业 所以它只能是 你必须要密切地关注 自己行业这一点 你要加薪 肯定你要显得懂行 你对行业了解 或者你搜集这些信息 来干嘛 来 on compensation to 也就是给自己的 什么什么增加补充和砝码 来干嘛 来武装自己 当谈判为了掌心的时候 也就是让自己 谈判掌心的时候 胸有成竹 作为这种补充 来武装自己 当然你翻成这样 不如翻译成 让自己谈判掌心的时候 胸有成竹 搜集更多信息 作为补充 就来看 这就是当时的上下文的环境 好 没有问题 我们来看第二个短语 叫keep an eye on keep an eye on 什么意思 用眼睛盯着 什么什么东西 用眼睛盯着 什么什么东西 看 keep an eye on 照看 留意 盯着 she worked and kept an eye on the sick child at the same time she worked 她努力工作 and kept an eye on the sick child at the same time 一边工作 一边同时 at the same time 叫同时 所以keep kept an eye on 叫盯着 也就是照顾 这里的 kept an eye on 也就等同于tend 等于look after 等于take care of 那么tend 做动词叫照顾照料 tend the sick child 照顾生病的孩子 sick 重病的孩子 那么sick 做形容词叫重病的 口语当中 骂人经常有一句话 你真他妈恶心 好恶心 你个死变态 有个固定的骂人的方法 You really make me sick 所以各位要会骂人 不要一张嘴就fuck you 那么土 You really make me sick 也不 就会被那个词丑陋 地道的英文就是 You really make me sick Oh my god 你让我好恶心 You really make me sick 好 我们再往下看 这句话 叫做 The teacher's unions 教师工会 你看 学生会叫 student unions 所以teachers unions 叫教师工会 keep an eye on schools 他们密切关注着学校 The CCPOA on prisons 这个组织呢 盯着监狱 And a variety of labor groups 大量的工人团体 Labor groups on health care 却盯着医疗 你看health care 不同的群体 不同的利益嘛 教师肯定是关注校园了 这个组织 不知道 缩写 你可以看文中 我们书中可以给你 这里我不需要翻 这个组织盯的监狱 那肯定是跟监狱有关的 CCPOA 管他是谁 后面 A variety of labor groups on health care health care 叫做医疗 Labor groups 也就是劳动组织 好 继续 Keep one's word 什么感觉 保持他的词 也就是遵守承诺 守信用 守信用 Keep one's word 等同语 等同语 keep a commitment 叫承诺 隐诺 接下来 Commitment Commitment 叫承诺 隐诺 所以 keep a commitment 叫保持承诺 保持隐诺 所以 keep one's word 跟keep a commitment 它是一样的 守信用 好 我们来看 but had energy kept its word that debate would be beside the point had energy kept its word 不懂了吧 又不是疑问句 突然发现后面是多好 那么大家注意 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虚拟省略 也就是前面应该是 if energy had kept 听懂了吗 我来读一下 but if energy 这家能源公司 energy是一家能源公司 一看就像energy 对不对 if energy had kept its word 如果energy这家公司 它遵守诺言 that debate 那个争论 would be beside the point 就会被丢在一边 beside本来叫 在什么什么的旁边 在什么什么的地方 所以叫 这个争论会被丢在一边 前台词就是 这个争论就无关紧要了 也就不在点子上了 beside the point 我们学了这么久 英语当中关于point 至少有两个短语 一个叫beside the point 叫无关紧要 不在点子上 beside叫旁边 也就是无关紧要 还有一个叫 miss the point 翻译成不靠谱 叫错过了那个点 那就是不靠谱的意思 注意这两个 一个叫无关紧要 beside the point 一个叫miss the point 错过了那个点 它的意思叫 不靠谱的意思 所以这两个大家注意一下 恰恰你不能把这两个词 都当贬义词用 还是要看上下文 beside point 叫无关紧要 这是一个中性表达 这件事不重要 没关系 miss the point 一定是消极的 叫不靠谱 所以大家注意一下 好 读一下这个虚拟的道状 会写了吗 就是把if省略 把had提前 就这么简单 but had energy kept its word 如果energy信守诺言 that debate would be a beside the point 那个争论也就不存在了 你就这么烦 也就无关紧要了 也就不复存在了 都可以 好 我们再往下 keep up keep up up 上 keep up keep up 让我忍不住想起一个东西 前面叫追上 赶上 怎么说 catch up catch up叫赶上 那么keep up呢 肯定也是继续往下做的意思嘛 因为keep本来就保持 app继续往上 所以这个就叫继续做下去 赶上 追上 你看维持 是居高不下 你要保持在上面 所以catch up叫追上 而keep up是保持在上面 区别就那么一点点 好 我们来看一看 维持 保持 keep up 哇 好长啊 if railroads 如果铁路系统 charged all customers the same average rate 如果铁路系统 charged 支付 付钱 干嘛 支付了所有的顾客 怎么样 the same average rate 同样的平均的价值 付给他同样的利率 价值 rate 叫比率 利率 价值 价钱 好 然后呢 they argue 如果铁路系统给他的顾客 比如说很多人委托铁路系统运货 对不对 比如说快递公司 有很多 你不要以为火车好像就只是运人 火车有很多是运货的 好不好 所以叫如果铁路公司给所有的顾客 都按平均的价格 同样的平均价格来支付 来 they argue 他们认为 那翻译的时候 这个they argue 应该翻到这儿 叫他们认为 如果铁路系统给所有的消费者 以同样的平均的价格支付 shippers 轮船乘运人 shippers who have the option 这些人有选项 有选择 have the option of doing something 你偷偷学下来了吗 维哥不再说这句话了 你再不这么干 我就摇死你了 剧中永远都会邂逅新的短语 不要我每次画下来 你们才记下来 自己 就算维哥没特别提 你也要注意一下 叫 他们有选择权 干嘛 of switching to checks 如果你对所有人 都收一样的钱 那么有一些运小货的 对吧 你平均下来 我老百姓不就倒霉了吗 对不对 所以不能平均 你大货的钱更少 这是理所当然了 对不对 所以讲 这些轮船的成员人 who have the option of switching to switch to 就叫做转向 找谁运 你要是价格这么定 我就可以有选择权去换 卡车 trax 汽车 货运 公路运输 or other forms of transportation would do so 或者其他的运输类型 也能做到 对吧 所以呢 live in remaining customers 让这些剩余的顾客 也就是剩余的那些 铁路的顾客 live in 你看 做一个伴随 让这些人 leave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让这些剩下的 remaining叫剩余的 剩下的 让这些剩下的消费者 to shoulder the cost of keeping up the line shoulder 本来是肩膀 这里的shoulder 做动词了 承担责任 让他们留下的人 去承担 居高不下的成本 keeping up the line 那么这里的line keep up the line 叫保持住 对吧 那么这里的keep up 就叫做居高不下 你也知道 为什么很多东西产生支出 价格更高 对不对 因为用的人少 那这条线路的成本在这 你就得一起弹进去 所以有钱人 你用得早 你付的钱也多 等普及了 越来越便宜 因为边际成本 越来越低 越来越低 所以叫shoulder the cost of keeping up the line 就这个意思 好 我们看下面一个 叫keep up with keep up with 什么意思 跟上 齐头并进 with keep up with 和什么什么连在一起 紧跟跟上的意思 我们来看看 整个句子 the railroad industry as a whole 叫这个铁路行业 作为一个整体 as a whole despite 尽管 it's brightening fortunes 尽管它有光明的前景 fortune 财富嘛 尽管很赚钱 知道吗 still does not earn enough to cover the cost of the capital 他们依旧挣的不够多 earn enough to do something 不够的钱来覆盖 来对冲 cover the cost of the capital 成本 cost 成本 大家都知道 中国的高铁是一直在亏钱的 因为你票价其实受的远远不高 但是回过头来讲 国家不能什么行业都挣钱 尤其涉及到公共交通的 还是要主要以国家补贴 比如说 你不是说缓解公共交通吗 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国家就铁了心 补贴公共交通 公路 有一天 比如说电动汽车 公交车 数量翻三倍 然后全部免费 地铁免费 你看看 还有人开四架车吗 当然了 这样做的缺点是什么 工业 肯定要退化 汽车 行业受到巨大打击 所以为什么大家去想 铁路明明技术提高了 可以提速 高铁可以提速 为什么政府一直不提速 你要去思考 这些东西你看懂了 对你以后做很多判断很有帮助 一方面是由于当年的那个车祸 高铁事故 但是回过头来想 那已经过去很久 中国的铁路测试已经很好 何况当时根本不是技术问题 是调度问题 不是属于技术灾 是人祸 能听懂吗 那为什么不提速 其实根本原因是航空业 国家要保航空业 航空业是战略 你想想看 高铁每提速一点点 对航空冲击有多大 你航空公司天天晚点 对不对 你高铁如果再快 没人坐飞机了 像我现在基本上 我三小时以下的路 我根本不会去考虑飞机的 我宁愿坐三个小时高铁 我不会去坐一个小时飞机 因为我这里面等 你等说不定就一下 经常尤其南方飞北方 北方飞南方 这跨度比较远的 大家试试看 就知道我一个在说什么 所以这句话说的是 虽然铁路系统 作为一个整体很赚钱 但是它依然赚的不够多 来覆盖投资的成本 好 capital 什么capital that it must invest to 它必须投资的这些资金 to keep up with its surging traffic 必须不断地赶上 keep up with 不断增加的交通需求 你看surging 来自于动词surge surge叫猛增 增长 这是动词 名词叫up surge 名词叫做up surge up surge是什么意思 叫上升 surge做动词叫猛增 所以叫surging traffic surging traffic叫猛增的交通 也就是不断爆炸的交通需求 为了追上 它必须投资这些资本 所以大家要看清楚这里的 it must invest invest后面省略了谁 省略了就是这个the capital 所以叫it must invest the capital to keep up with its surging traffic 它必须投资足够的资金 来赶上不断增加的交通需求 而这个资金的成本 前面不能覆盖 所以赚的不够 就这个意思 所以这里省略了 尤其语法不好的一定要看出来 it这里省略了一个that 那么这里的that在后面的位置呢 又在这儿 那么它指代的是capital 所以由于做兵语 就可以省略 所以叫it must invest the capital 也就是这个that 说指代的词 所以语法不好的加到这儿 叫still does not earn enough to cover the cost of the capital that it must invest 它必须投资的资本 to keep up with its surging traffic 不断地读 读多了就会了 好 keeled off 这个我不担心 因为有谁 keeled keeled太明显了 何况还有off off叫拿开 拿走 所以keeled off叫杀死 除去等等消灭 来 free trade and outsourcing 自由贸易 free trade 或者叫免费贸易 都可以 and outsourcing 什么叫做outsourcing 各位 outsourcing叫外包 资源往外 就把资源给外面人 所以叫外包 也就是自由贸易加外包 help killed off the manufacturing plants 帮助 促进了 这里的不应该叫帮助 促使了 或者最终导致了 导致杀死了 manufacturing plants 这些制造工厂 消除了这些制造工厂 为什么 中国土地价格越来越高 然后呢 自由贸易 对吧 又不会有关税壁垒 又不是说 我搬了别的国家 造的就更贵 你买回来一样 特别是中国跟东南亚 叫中国东南亚 自由协定 自由贸易 双方互相不收税 那其实是中国让给他 因为他们主要 他们卖货给中国 对不对 那么free trade and outsourcing 就叫做 由于自由贸易 首先没有关税 然后呢 又外包 所以呢 让这些工厂就死了 比如中国很多工厂 现在搬到哪里去了 老外 原来放到中国 是因为中国的人力成本低 而现在中国人力成本不低了 你像伟格一啊 开过公司你就知道 如果我还开一个员工 五千块钱一个月 我至少是要开到七千五到八千 因为中国税要收作两千五到八千 然后他自己到手 还要再扣几百块钱税 所以中国的税是加权之后 有一个数字的是百分之四十七 你知道吗 比如说我开一个员工一万 我十几公司要匹配 大概到一万五 那五千全部是给政府的 然后关键是 这一万就给我员工就算了 不行 他还要再扣到一千多到两千 就他自己个人所得税 政府还要再收一次 所以蛮狠的 各位你们创业之后就知道 太他妈狠了 我都不好多说 但是真的 整天喊免税免税给小微企业 像我们这样的初创企业 真的是压力太大 Free trade and outsourcing helped to kill off the manufacturing plants 帮助杀死的这些 制造工厂 好 好我们来看看 实际词组 key的其他词组部分 我们看看有那一些 第一个 keen keen 什么意思 热切的热情的 keen本来就热情的意思 那么以前我们最早有个单语叫 be keen to 等同于be eager to eager跟keen 都叫热切的急切的 所以be eager to 叫渴望 be keen to 叫急切的想要干嘛 都有一点很急 想干嘛的意思 那么keen就有这样的意思 那么keen on 依旧是热心的 只不过 当我写的是 be keen to do something 翻译成 热切的想要做某事 而keen on something 叫对什么什么很热烈 对什么什么很渴望 所以我们看这个句子叫 Kim said Kim说 the government's 政府 怎么 first priority 政府的首要 优先 priority 优先 should be winning hearts and minds 要赢得民心和思想 through through通过什么 through transparent mechanism 通过一个透明的机制 也就是民主 transparent叫透明 我们叫换 叫不换寡而换不均 意思就是你可以说 我这个人能力不够 输给了市场 输给了竞争 但你不能突然到最后让我知道 我是输给 不是输给这个人 我是输给他爸 这他妈就不公平了 但是人类发展到今天 全人类都一样 所以出生和努力哪个更重要 各位 伟哥要关匹霜了 出生更重要 这更是我们这一代 如果你像我大学一样 我大而学非都是我舅舅替我教的 我家里条件特别差 如果你恰巧出生像我一样 你更得改变观念 有一句话叫穷人思维 要命要不得 伟哥特别反感这种思路 我当年最穷的时候 我买我最喜欢的书跟蝶片 都是买正版 这就是我的价值观判断 你别说我得色 这他妈就证明 我比同龄人 比同条件的人要先进不少 我知道什么东西重要 你不要觉得我在讲断 你也不要觉得 我是为了让你买我的正版课 这么说 就是这样 所以请各位一定要 我们只去帮助 有共同价值观的人 当然了 如果你确定 你就是用盗版的 我也不拦你 时间会说明一切 但是你欠我的一张票 你早晚要付的 好不好 Transparent叫透明的 Mechanism叫什么 叫机制 透明的机制 也就是民主制度 那么为什么 Transparent叫透明的 看一下 因为有个前缀 跨越 Trans Trans叫从这一头到那一头 比如说运输 为什么叫Transport 因为这个port 本来的意思叫港口 所以Transport叫 从港口这一头到那一头 所以叫运输 Transparent叫 把父母都跨越了 所以叫透明 parent不叫父母吗 连父母之间都可以跨越 没有 都可以心照不宣 这就是透明的意思 所以叫政府 关键首要是要赢得民心 通过什么 透明的 Mechanism 叫机制 Machine 我们学过叫机器 那Mechanism就叫做机制 Knocking on making movies 而不是急切的干嘛 Making movies 拍电影 那么这里的拍电影 其实是双关语了 也就是你不要天天演戏 Making movies 你不要在人民面前演戏 你更多还是要透明 就好像你不要怕被批评 你要自信一点 对吧 你自己自我批评更重要 你不要以为 好像你做错了一些事 你自己承认 我们就会 想法就变 就像我在中国 我觉得没有一个组织 比共产党更适合统治中国 真心话 我觉得中国最牛逼的组织和团体 就是共产党 即使伟哥这么叛逆 不是因为喜迎十九大 我才这么说 是真的我这么认为 没有人可以比共产党 把中国管得更好 但是 这不代表 他不应该有自我批评 也不代表我们不能批评他 你不让我说就不对 你当然可以说有度 但你不能屏蔽我 和谐我 这就不对了 所以 Please never keep on making movies Just be parent to your people 好不好 给你的人民心肖不宣